请看数的运算规则23 分配率的合并运算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题目叫5乘以7减3乘以7 请注意,前面叫5乘以7 后面叫做3乘以7 大家都有乘以7 它等于是先乘以7之后再把它相减 那你说我们可不可以先把5跟3 这两个先相减之后再一起乘以7呢 也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先5减3之后再一起乘以7 到底可不可以变成这样子呢 我们先算算看答案一不一样 如果答案一样就可以这样算 好,请看一下 先看这边5乘以7,5乘以7,5乘以7 减掉3乘以7,3乘以7,3乘以7,3乘以7 35减21,等于14 右边呢,如果5先减掉3,5减3,2 2乘以7,2乘以7,14 诶,会相等 会相等 所以呢,我们这样做是对的 这样做是对的 所以呢,你在这个计算或是在做题目的时候 你如果遇到5乘以7,减掉3乘以7 好,那你要合并很简单 你注意看一下 前后都有乘以7 那我们可以暂时先不要乘 我们先把这个其他的这个5跟3 先把它相减 先把5减3,先把它减掉 那先减掉就用一个括号把它刮起来 最后呢,再一起乘以7 再一起乘以7 那这个呢,就叫做分配率的合并 那当然哦,这个有些同学呢 很聪明 他说老师,我这个好像以前有学过耶 对,没有错 我们以前学的呢,是从右边开始算 我们从右边开始算 5减3括号乘以7 那这个怎么办呢 我们这个乘以7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配进去 所以它会等于 它会等于5乘以7 中间减,你就写减 再来3乘以7 所以5减3括号乘以7 它可以等于5乘以7减3乘以7 那现在呢,刚好是不同的方向 从另外一个方向写过来 等于是5乘以7减掉3乘以7 那你看,大家都有乘以7 哦,我可以先把5跟3 先把它减掉 然后呢,再一起乘以7 好了,这两个的差别就在于说 到底是先减再乘 还是先乘再减 反正这两个呢,答案都是一样的 这个就叫做分配率 跟这个分配率的合并 这个方向写得当软确次 我们现在试ign� Hakim